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 學生的事項 剛才說了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博士生 收政府錢出去外國做間諜 與此同時 這節要講 香港本地教育 所以大家要認清楚 中國共產黨 是甚麼組織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 他是沒有學術的 他只有組織 只有間諜 只有國家機器 只有為國家服務 所以其實你從這個角度說 在中國大陸 被政策 所牽動 將 國內人 擺下來香港 其實以前說是沒錯 一直以來這個也是充滿著政治目的 要將你 香港 溝稀 時至今天情況也是一樣 這節要講的是 香港八大院校 都爆發了 退學潮 而退學潮 的人數 是創了十幾年來 19年 足足19年的高峰 這個跟整體 香港的環境 絕對是很有關係 還有 中國 大陸 九大 學校 畢業生 可以來到香港 拿到香港通行證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是甚麼意思 你讀本地大學 已經夠難賺錢了 本身 大學 大學生太多了 大學學位又多 本身 在香港做大學生 已經不再好像以前那麼矜貴 中國大陸 其實真的是每一樣 香港做的東西 全部都學了 香港 搞地產 等人買了房子之後 就可以做到維穩的 工作 中國大陸 照跟 將香港房地產模式 複製回大陸 叫香港的 地產商回到中國大陸 蓋房子 香港的地產商很開心 回大陸 我平時 舔共舔得多 國家對我多好 回去 搞得招頭難額 連李嘉誠到最後 都頂不住了 在國內我不投資了 你投資了我的那份 這個 是複製了你香港的地產 香港的大學和大專學力搞了量化寬鬆 董建華年代 有太多人 失業了 所以當時 擴大了香港的大專教育 使得 年輕人出來讀書 中國大陸也是差不多 中國大陸也是搞了教學的量化寬鬆 所以 國內也有大量的大學生 而他們同樣面對著 畢業找不到東西做的問題 你又找不到東西做 我又找不到東西做 還要 搞中港融合 給你 九大 畢業生 中國大陸 立即獲得 香港通行證 你這樣搞 香港的大學想不死也挺難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 放了PiLive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在移民潮之下 香港 的大學生 人口 還有學生也是 不斷下跌 最新的數據 香港八大院校 退學人數 再創了新高 在2021年至2022年兩個學年 超過2700多人退學 足足上升了 3% 人數 創了19年來的新高 大學的學位 除非 是一些很冷碗的科目 所謂的冷碗科目 通常說 是容易找不到工作做的科目 但是 就算找不到工作做的科目也好 你 中學畢業 大專畢業 始終不及你 是一個大學的學士畢業那麼好 始終是大學生的嘛 所以 香港 跡新島進去八大院校 做大學生 沒甚麼理由那麼容易會放棄學位 而 這樣的情況之下 居然香港 足足上升了三個百分點 退學人數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學士學位 退學的學生人數最多 達到2340多人 院校方面 退學給大家猜一下 哪間大學你覺得退學退得最厲害呢 是理工大學 理工大學發生甚麼事呢 大家 這次真是心知肚明 大家應該耳熟能長才對 心知肚明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可能有些大學生 被人拘捕了 有些就流亡 有些就被人拘捕了 去坐牢 你想不退學也挺難 把大學生都拘捕了 另一方面 有大量的大學生 稍為有些良知 有些良心 都不會站在你學校那一邊 那你學校發生甚麼事呢 學校 徹底站在 警暴這一邊 所以 退出理工 實屬正常現象 所以不好意思 理工大學 是退學人數最多的大學 另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當然跟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有關 因為很多學生 讀大學是絕對以這個就業作為優先的考慮 所以 讀你的大學未必 找工作容易一點 尤其是你現在搞中港融合 國內的大學就可以通過所謂的專才計劃走下來香港 拿到高端人才通行證 我在讀大學 成為了二等公民 你最喜歡說二等公民 有甚麼理由不是本地優先呢 每樣東西 變成國內優先 國內不是優先 這個是政策 其實也是要 繼續擠壓你香港本地人 直至你的社會 受到國內徹底控制為止 其實他依然是 重複回 以往的那一套方法 但是 在國內落香港的學生始終不同 這裏是港共控制的地方 換句話說 跟外國的留學生 在內地爆發白紙革命的時候 情況還是有一點分別 香港 受他們控制的程度 高很多 而香港又有中共的爪牙 所以 就算你說有支持民主自由的學生 百分比一定會被擠壓 所以 到最後中共的計劃依然是 會將你本地的大學 本地的大學生 完全壓縮在一個 空間裏面 你在社會上 也是發揮不了 他要 將你整個香港社會變成跟內地是一模一樣 所以 香港的藍絲 尤其是我們較早之前跟大家說 連內地人也看不起 是很正常的 因為根本不需要你去 管香港 國內的政策 就是用國內 控制到的人 有讀書過的人 下來 接管和控制香港 不是你 出來 很廉價地舉起五星紅旗 然後你就有得管 你以為你真的有份嗎 香港退學的 以學士學位課程的人 佔人數最多 研究院也有人退學 學校 對於原因不敢說 原因其實不外乎 他說 甚麼家庭原因 個人健康 其實 很多人就是去了移民 不敢說 因為政治不正確 一方面你香港政治 出了問題 你對 普通人 其實是極盡 打擊打壓 另一方面你繼續開放給中國內地學生 前往香港 接管香港 大學生被你抓了那麼多 留在哪個想在那裏讀書 如果 有得選 所以很多時候 走不走 是一個選擇權 有些時候真的有困難 但是如果有得選擇 人們有能力真的會走的 本身在香港讀書就已經知道了 魚不過糖不肥 大家都知道 去外國放羊回來 回到香港 輕鄉很多 你就算是 所謂外國野雞大學 回來也不同 你說我英國回來 現在香港 搏老命 在此笑英國 說香港 人在英國做二等公民 又說英國很落後 英國讀書 回香港 以往一定是被當成精英中的精英 你也不用說得遠了 只是一個法律界 你在外國讀法律回來 跟你在香港本地大學 在一個界別裏面 簡單來說 太多人離開 所以就這麼多人退學 不敢回答 整個報道 整個大學的回覆 跟你說的跟學生個人因素有關 阿茂也知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的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難道跟公共因素有關嗎 跟你說 我退學 我跟你申請退學 我難道跟你說 因為公事公非我退學嗎 當然跟你說是個人原因的 所以你說是挺好笑的 看香港的新聞 你懂得 看穿他的內容是很好看 很好笑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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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誰 是誰